今天好 回到國內 這兩天 台東軍關心的狼犬記帝 通行找到狼犬在走路路路路 通行狼藥局也在早晚出動 畢竟於空氣機在找狼犬 不過到時也沒有找到 如果這隻狼犬 有可能是為六福村得走的 身體管理狼藥指標是說 又在千雜數量 那我們預估說 他應該是在這附近 狼藥局平原設定特定的 狼藥 二十三號夜晚 繼續找這隻在外面的沸沸 竟然出動熱像儀空拍機 為空中來找 以可能的地點 受醫跟麻醉穿也隨時在台面 只要發現到的客人 進行區域規模的一個大規模搜索 那如果搜索確定 確認是有備份存在的話 我們獸醫這一邊 就會去現場做一個資源 不過夜晚的搜索到半個沒找到 以後繼續找 國際想要問沸沸是從哪裡來的 目前兵科台學者和北市 動物館初步現場是東飛沸沸 還有北部兩個動物館頂級有吃 包括北市動物館10吃 新特六福村有5吃 任務局強調 本來本市都要通報 數量政家減少也都要通報 我要做繁殖的話 他也是要經過一個申請的程序 不小心繁殖了小的沸沸 所以他沒有來做登記的話 依據野保法的規定是可以處罰 1萬塊到5萬塊的罰款 保育裡亞生董部長學校 研究機關 董部長才能申請訴記 會不會有可能招數來的嗎 任務局表示 在下地政政很難判斷 董部團隊表示 卡蘇不是為董部長得到的 也有可能是壓迫或實施 進政的存在 這是反省無法的個體 在立法之前就有的到現在還存在 那他可能年紀已經很大了 那另外一個可能就是 他可能是繼續繁殖 但是民眾還是沒有等級 那這個就會變成列管管理上的黑書 會造成管理上的這個動作 主委員長六點多 從後面是吧 那他是看到的時候是在裡面 後來他頒獎出信 自家廢廢23號有賓獎 看到他出現裡頭 行星有的收車場 看到人馬上曾過 兩公車管理危險的消息 對人非常警戒 新鐵官農業處表示 目前還在清早六福村 東非廢廢的數量 穿到他是目前最關鍵的 因為穿到才能靠近 拼正 擬火 來擂清他得照的 原因和管理的捷徑 記者綜合博德